好 開始了 今晚的逢星期五晚八點半鐘的港萬咬者幫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大家的心情可能差一點 無論聽說的 如果今天狀態不算太好的話 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今晚有我萬猶者在這裡 DK 阿曼 師弟 預計說旺角紫棋出來了 剛剛好像也見到 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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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Hot Toys 和Donkey中間的位置 就出了紫棋 可能叫了口號 不管了 不過你知道他們的 可能什麼都會亂扯 最好他們知道紫棋都是紫色的 中毒 今天當然 花生呢 港萬街呢 經常都有 今個星期有一顆很大的花生 一吃完一定會有熱氣 不過Sunny要等他 有一幅圖 有兩個紅圈 前面有你們在 如果我們說了Sunny回來 他一定會再說一次 你兩次都會聽同樣的東西 所以那顆花生就等Sunny回來才說 說到那幅圖好像我們有份參與 我們有份參與 選這張圖都不安好心 所以我們首先說另一本書 今個星期叫做通天新風雲篇第十六回 奉奪通天龍統大汗 是1100期 我想他故意選這個期數 所以來做1100期 叫做一種半慶祝的方式 大家都看到 咦 我發現我沒有記錯 今期就是黃小龍轉移的第十期和龍虎門的1100期 做一個合併封面 其實今期叫做龍虎門的1100期 當然是延續上次白朗和石克龍的對決 在泰王殿前面的對決 你對咪說 我想是對的了 不對 大家看到這個封面可能有一點反光 其實現在這個封面是左右都是龍 我奇怪為甚麼不會有一個是虎 為甚麼你想期望 兩隻都是龍 你說是虎也好 兩隻龍都是虎 有寓意的 待會告訴你為甚麼 當然有寓意的 待會再解釋 那好吧 今期繼續延續石克龍和白朗的大典道對決 然後 白朗上次出了三次勢運 三次勢運 然後石克龍就會使出他特別獨門絕技的 這個鬼哭神號 但未打中白朗 六棍已經碎了 他說他的內力強 令到雙節棍承受不起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平時用甚麼雙節棍 一早就碎了 如果他是一支膠棍 我覺得這個設定好像有點古怪 還有 你設定到 我覺得這場仗本身的勝敗 設定很不體貼 劇情 你說到白朗之前 陰咎了黎柔 他已經沒有勁過 因為他陰咎了一個完全沒有戰鬥力的黎柔 然後他這次打石克龍 又輸 那你怎樣去營造他一個厲害的奸角呢 他又不贏 我覺得他是浪費了雌柔的死 就好像賣柔者說 為甚麼呢 當時我新人物買出來 你是要為他打靶一些人 或者找一些舊人浪起他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武林神話無名 就是每一個新人物都要出來粉碎他一次 來證明自己有多厲害 結果白朗殺了他 是沒有浪到他 先不要說雌柔的死 令到大家很痛恨 都是那句 大家要記住 雌柔是險性或慘性的老天磚 他贏了比他的老天磚 這點要記住 但還是死得不夠轟烈 因為他是被人陰死 他沒有被人令到他覺得 雌柔是有一種很轟烈的死 他沒有保護過任何的東西 沒有奮戰到最後被人夾硬搞死 好啦 都不要緊 但你的白朗變成你白朗在贏磚游那一刻 已經沒有勁 然後你再對石黑龍 然後又要靠陰牌 那支陰棍 即三節陰棍 令到石黑龍有一種喪妻之痛 我不知為何他會有很慘的感覺 強行這樣 都還要輸給鬼屋神號 我覺得 那你的白朗就很賊 然後現在再出來一個 你有沒有鐵兵 借助奉奪天之手 贏過你 你的白朗真是垃圾 是垃圾中的垃圾 你沒有贏過 你想索造他變成一個殘路魂 麻煩你找方法營造到他是一個夠勁的人 即是無論在計謀上的陰險 武功上的狠毒和毒辣 然後在戰果上 場面上 即是好像看球 我們看球台經常都說 你有三樣東西要做 場面 戰績 以及不能忘記了是什麼 你隨便一樣東西要勁 陰險你又不夠陰險 戰績你又贏不了什麼回來 然後你戰鬥力又低 那其實你可以帶來什麼 這個白朗的索造很失敗 然後你就推一個奉奪天出來 那我就覺得 喂大哥你究竟是 怎樣想重新索造一個龍虎門 我其實不介意中英偉去索造一個 暫身的龍虎門世界 他有他想寫的東西 正如以前李高有李高想寫的東西 趙宇德有趙宇德想寫的東西 萬有亦都倒毀了黃玉郎的龍虎門 胡家寶一樣寫了他的東西 沒所謂 但是麻煩你寫出來 是一個 是一個 有 即是 你的風格都出現了 但是我覺得 要寫得好看 是啊 剛才又馬煩已經說了 今期出現的人物就是 之前 幾期出現的修女 其實就是 真正的鐵兵 那個小女孩其實是一個 替身 這個鐵兵 其實她說大概是一個 十六歲左右的少女 其實她是 鐵三郎的女兒 但是問題就是 接管通天教的那幫 契弟 就只知道 鐵三郎有個女兒 就沒有說她多少歲 就 還被鐵兵串咎 她說 你只知道她有個女兒 但又不知道多少歲 這幫 廢柴 就說她 想奪拳 就好像 營造到這個鐵兵 其實好像是有些計謀比較聰明 是的 至於這個鐵兵 她 這麼多 期以來 她一直沒有現身 大家都穿了 大家中間都猜到 她應該就是 跟鐵家有關係 只是她不知道是誰 還有這一段故事 就好像 剛才晚記所說 她就跟白朗去隔幾招的時候 但是 誰知道 白朗就太低估這個鐵兵的實力 原來背後還有高手 她沒有低估這個實力 她沒有低估這個實力 她背後差這個厲害 是的 今天出現了 應該是龍虎門 救助龍虎門的人很期待的角色 現在畫面 左邊的鳳奪天 鳳奪天其實是一個什麼角色 想救助 很厲害 好像是天下第二 很厲害 我已經對鳳奪天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很後期 看龍虎門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太介入得到 我也沒有在合定本 追到看鳳奪天的年代 我就是很主要的奸角 好像是天下第二 如果沒有記錯 跟老祖宗差不多 好像輸過給老祖宗 然後贏過很厲害 那段時候的黏油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印象 Anyway 總之她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網友在上一集的咬借都有留過言 在YouTube上有留過言 稍微介紹一下鳳奪天 可能我們自己溫一下輸 看看有沒有機會 稍微補一補她的資料 現在鳳奪天很肯定是鐵兵幕後的軍事 而且她改了一些設定 如果舊主就說鳳奪天和鐵兵是司徒 現在的關係應該除了是司徒之外 還是她的外宣女 他們是有親戚關係 到底這個關係會不會之後可以再改 外宣女即是鐵三郎的外父 鐵三郎的老婆 對 鐵三郎的老婆還沒說完 鐵三郎的老婆的老爸 不是個個個都喜歡後庭 鐵後庭 我還沒說完你就笑 你還沒說完就停了 你在笑 Tirion幫忙補回 他是天下第三 老祖宗的徒弟 第二是劍神 感覺條條很累於中興嗎? 不是啊 李中興沒有再參與了 其實 都不用太想李中興的參與 其實 以這個通天 風雲篇 這個通天教 其實講到這裡 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 鐵兵出來說 那個卓天雄 就是那個北俠 不是正宗 找回來的 就不承認他做代表 但是 你是預前比賽 在泰王面前 你可以這麼奸謀嗎? 是啊 我也同意 這一段其實是有點狡惑的 喂大哥 你打輸了 或者你找回來的人 原本就是 approve the candidate 如果你 你說 沒理由你走去見公 然後走去說 不是啊 剛剛見那個都不是的 我現在才來見那個才是真的 是 不是很適合的 有些說不通 這些完全是江湖流氓之間才可以這樣 但是 你在預前比武 以前 雖然這個蛙雜拉龍宮 都是 就是 勾搭一下 他好像德國 是啊 著了草 不知道他現在回去了沒有 總之 現在的泰國人都不太喜歡他 其實現在的泰王 這個泰王本身 沒什麼叫助力 沒什麼威嚴可言 所以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沒有的 中英委後兜 就告訴你看 沒有這個蛙雜拉龍宮 就是阿屌 修皮 都可以的 然後呢 白朗就 剛才DK說了 鐵兵的所謂鬼 其實全部都是他 他古言 年紀輕輕到 夠心狠手辣 其實 你猜的 沒有 沒有承認 沒有所謂 他想是可以的 他想是可以的 但是 其實由白朗 想他心狠手辣 其實是不是有點暗咎 白朗 然後你跟人說 啊 你都挺心狠手辣的 你是白朗 你不是剛剛才陰狗 自由嗎 你為什麼突然說 九人心狠手辣 這麼笨 如果你說石黑龍 可能我覺得 比較恰當一點 但是由你白朗 說出口 好像 巴克敬州 跟你說 你們守秩序 我覺得這樣 沒什麼說服力可言 現在大家在螢光幕的左手邊看到鐵兵就好像被人中了兩招 阿公 阿公 你會看清楚 那個畫面就很奇怪 其實 他自己打一根 然後 表現出是有兩度止徑 射下去 然後就中了戰 好像 那畫面表達得不好 只不過我會覺得 你怎麼會說 你怎麼會說 初遇有人說 三郎光頭怎麼生到這麼多頭髮的女兒 你怎麼會說 你怎麼會說 不是那個老豆生的嘛 不是 那問題是 哪個老豆生的兒子 都不必然他會是光頭的 不是 那老豆禿頭而已 斯丹的兒子不是混蛋 你生出來就何同 那問題就是 就算是都不是說廿十歲 他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妹妹 是不是說十六歲 其實看來看去都好像說五過二十歲 不重要 不重要 大家在說這件事 幾歲都會遺傳禿頭 就算會 應該沒想過十六歲就糟糕了吧 而且 老實說 我假設當他是十六歲 我當你不夠二十 假設你真的十六至十八 喂 好不可以再像羅莉一點點 不是說 十六歲的人不可以拿 我們看到那些踢足球的球員 二十多歲 已經好像三十多歲 都可以 但是 你可不可以最少畫他 像平彩娜 可以嗎 或者最近現在在Netflix上那一套 莫測高生 一女生 一女生 有得炒 那樣子 年輕的樣子又可以抄 那可不可以 畫得像一點點呢 最後我就很奇怪 其實白朗他都是 通天 廣法 廣法堂的人 最後說 傳說足以與老天尊平興平座 鐵家欣親鳳家的 驚神破天子 你自己是其中一家人 你怎會不會知道通天教結婚的關係 他知道他姓鳳 沒有一定知道他是鳳奪天的 沒有理由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覺得是跟老天尊 普通人姓鳳 其實要知道就應該要知道 你想想 最近一周刊都爆了 不知道哪個黑社會 那個大哥 不知道喪禮還是生日 雖然是 生生死死的事 有時候不需要太過介懷 所有人凡出生 唯一可以知道的 就是你一定會死 所以不要太過介意 究竟我驚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著生日的顏色 無緣無緣無故口爆 師弟 師弟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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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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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歲,大有成長的空間 也故意由司徒改成為外公和外孫女 但無論如何,這女孩是怎樣都不像16歲 還有一個問題,因為剛才Man在說的就是白朗不知道鳳奪天 你說的是這個問題 不是,他猜不到貼兵那個 OK了 他猜不到,老實說你貼三王結婚,三家人都會請 沒理由不知道女家那邊是什麼人 我又不肯定是否三家人都會請 你需要明白的通天廣發原子本身是仇敵 搞清楚,廣發其實是推出了江湖 不像原子門這樣對打 那我沒必要請你 我想就算不請也不要緊 你想想如果作為通天教第一大幫 即是泰國第一大幫 你的三公子娶老婆 而她還要奉奪天的女兒 廣發課有情報科 你有鼠祖他們,怎麼可能不查這些東西 都不可能的,老實說 你想想 和創法裏面有什麼人 只有忍哥不能知道 但是重點是白朗是剛剛接任的 不是,她都是那些親戚 都是廣發堂的親戚 到底她之前有多 close 對不需要讓她知道 這些是質疑 如果這樣說當然沒得好說 因為不是我們作主 但是你畢竟姓白 你是廣發堂裡面白家的人 如果你說到她都不知道 那當然可以 但是阿Man的質疑就是 不合理 以她們 你當高層應該是 拿到消息的人 你說她裡面內控 whatever OK的 但是我今次多少 同意阿Man的看法 我反而不同意 對我來說 阿Man的質疑 是她建基於三家人 必定是有很緊密的 不是,我不同意 她說一定要很親 但是情報一定會知道 情報會知道 但是白朗是否知道 這又是另一個未知數 我覺得 我就說了 那當然什麼都可以是未知數 所以當有這麼多未知數的時候 而你質疑這個位置 如果一定知道就不用質疑 那你可以知道一部份 那她就知道一部份 那她就知道一部份 例如白朗 一直都有介入通天教育 不是,廣發堂的業務 的營運 是重心來的 而她不知道 譬如這個 如果變成白進 那你覺得質疑是合理的 她平凡彈出來 救了白無懷回來 然後就做了廣發堂的堂主 然後你就說 為什麼以前的事你不知道 她真的可以不知道 我 我不太同意這種判斷 即是 隨便吧 你是不是也不太重要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描寫會令到白浪很齊 因為 所有事情 原來她不知道 那我覺得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能力 無論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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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說到你是 我當你是陳奧雲2.0 你 Supposedly 剛才說了 好像新年 那時候還沒回來 你計謀又不好 情報你又沒有 資訊你又少 武功你又差 你吃屎吧 你出來是全賊的 所有事情都是 既然白浪 他一心想要報仇 你沒有理由 不背後做了很多功夫 然後去計劃一個計劃 然後去反出什麼 即使你不知道這個鐵兵 但是你沒有理由不知道 鐵三郎的恩親 鐵三郎的恩親是誰 即是老天專的襯戒是誰 至少你要知道對手裡面 一些內部的關係 或重要人物是什麼人 所以我說 即使剛才Sunny提出的質疑 當然都很 minor 他最後要解釋也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他要知道 我認同白浪 如果在抗法堂裡面 有機會是未到他去知道這些資料 但是當他決心要報仇 他沒有理由不自己去找這些資料回來 即是他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才會說 原來他外交好像聖鳳 可能他奉著天 太疾了 那種感覺 即是你想想出了一場 我剛才說幾樣東西都沒有好過 那你怎麼索造一個厲害的奸狗出來呢 沒錯沒錯 我反而覺得 即是好像你們所說的話 他不知道鐵兵那個身份 是令到這件事變得 他跟通天教那幫垃圾是同歸的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傢伙很流 然後我看今期有個位置 就是看著他都練到39重天 還說鳳奪天的耐力遠勝於他 到底鳳奪天有多厲害呢 是不是有點過分呢 我覺得整個白朗的索造都是很差 由他開始 即是想物謀贏一次 由他開始就已經索造得好 整個效果 根本你感覺不到這個人 背後他有多瘋狂 這個人太差勁了 結果你想想 是鳳奪天遙控鐵兵都贏你 遙控都贏你 那鳳奪天已經是老祖宗的級數 是啊 他就說是有老天尊的級數 老天尊遙控一個人都贏你 你也是很差勁 老天尊和Chiro打的時候 都是在用39重天左右 那你現在拿著39重天 都是打到只不過是這樣 然後你想想 再回想到老天尊和Chiro還沒突破之前那段 你再看看現在 完全兩件事 他突然覺得Chiro很厲害 是啊 四十四重天 不算突破幾級 他就算不突破幾級都很厲害 是啊 在那個能力的描寫上面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 怎麼說呢 在1100期 是讓我們看到一個這麼大的Bug 不是Bug 這個不是一個Bug 但寫出了一種這樣的氣氛和情緒 是很失望的 因為你想想 你故意想擺1100期 故意出兩件大Event 一就是鐵兵出來 第二就是這個 東方真龍成為了韓國的總統 當然你想鋪排一些東西 你想營造一些氣氛出來的 當然鐵兵不重要的 他想營造的是鳳奪天的出場 但是這種的出場就是 我不覺得你收了一個廢柴皮 你有多厲害 那個鳳奪天 整個效果就是很弱 情況就是 令你會很失望 其實相反來說 當然如果敢死的話 其實都很誇張的 但是如果鳳奪天 而會控鐵兵 打爆的是金鐘招數一關 那件事 我會覺得 會 說服到我多些 是啊 因為石口龍 金鐘招數一關 我們一直看了這麼多期 我們知道是有多厲害的 是啊 不是這麼容易說爆就爆 不是一坐下就噴 那些東西 說爆就爆是私敵的 石口龍那個是比較容易爆 是嗎 是啊 你們說了真龍做總統沒有 還沒有 我們說了太過編了 因為我看了真龍做總統這一段 我覺得他們把他介入了政治 也是一個有趣的玩法 神武家或者西成家 其實一直都有這些寫法 但是真龍去到他自己做了總統 對我來說有一些太過分了 在我看這段戲的時候 有一件事很搞笑的就是 東方生龍看著現在的總統權永成 他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 你很怕很想得到我的特色 然後拍一拍他破頭 那的確 沒有多少個韓國總統在社任後事又很收場 你現在做總統 你不想會社任 那你是不是就近自己會沒有什麼好下場 兩件事 第一 他可以是特例來的 他可以是特例來的 他都說沒有多少個 理論上是沒有的 經驗上是沒有的 但是他可以令到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 永續執政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現在沒有問題的 永續執政 原本不應該永續執政的人 都可以變成永續執政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東方真龍來的 下一代叫東方近平 那就可以了 你下一任怎麼會令到 沒有所謂的 所以是不需要介意這一點 多謝無言的課金 多謝剛才向PayPal課金 多謝 多謝 但是我在想的是 你東方真龍出來參選韓國總統 你怎麼收盡你的黑材料呢 厲害 我是東方真龍來的 我令到 那些人肯投我的票就可以了 你記住一件事 他之前說用了黃金血液 金羅漢的黃金血液去做血清的 他有八年醫學企業 他這方面可能就是他的政治籌碼 我現在搞定了 整個疫情是我解決的 那就可以了 救世主 因為我不懂得判斷 譬如作為一個市民 當我知道出來競選那個 原來是新Beyond的龍頭 當然我們沒有分投票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所謂 黑社會都是愛國的 黑道都是愛國 有黑材料都可以選贏的 何君堯選輸了嗎 看看哪次 贏了 剛剛那次就贏了 我覺得那個重點是 到底 對我來說有些疑問 你想想這個是救國英雄 還有你想想他甚至乎是 幫助了國家 成就了這個疫苗外交 這樣也是很大的 民望一定是很高的 我那個小小的黑材料 真的無關痛養 有哪個政治人物沒有黑材料 還有你想想他是東方真紅 百年教 有什麼可以 我有黑材料 我可以令到你的黑材料 比我黑 你現在正在比賽 計我的功績有多大 然後我潑污水潑到對方有多黑 只要這兩件事他都贏人 那他就贏了 是不需要理會 而且反過來 如果是錦光的英雄本色 寫不下去 北條章也想贏 北條章一樣被人搞 說他是黑社會 當然他最後差一點點輸了 但證明黑社會 都是有機會贏的 還有大家 故事裡面 東方無敵 雖然說 交了個教主位給 震龍姐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認為 教主還是東方無敵 這個是讀者的神視角 你想一下如果我們要去看的話 就是蘋果報回龍頭交接 辦事人交接的新聞 我們夠資這麼多嗎 然後當有一個向家的人走出來選 的時候 而我們又有份投票 到底他有沒有能夠贏 他做完疫苗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 或者他促成了疫苗的誕生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贏 我其實有點疑問 我覺得如果他是傀儡政權的話 我會覺得故事更合理 也是那句 北條章也可以參選 看看你找了什麼方法令你贏 還有 拜託你寫韓文 可不可以寫正確的韓文出來 你都沒有這些拼音詞 你老尾 胡亂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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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到底寫什麼 胡亂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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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說是什麼 胡亂說的 胡亂說那ах 胡亂說的 胡亂說的2期那些封片 Comic演唱好幾次 加上龍府門和黃小龍的封片 我好像是沒有了小英 胡亂說的 是啊 寶角草圖中有小英 胡亂說的 為何沒有 因為蒙龍被遮住小英 又說被龍吃了 不知道會不會是暗示他死在龍天下東方真龍手上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意思 對不起 是你對的 藍小天 習大大沒有黑材料 但習大大是不用選舉的 永續黑幫 對不起 是我個人的 他全票當選的 是我 是我 這句是我萬劉者私人說的 跟我的桌子沒有關係 最初是阿賢 所以OK 原來是你來的 今天課金PayPal的300元 多謝你 無怨無言 因為看不到你的真名 對不起 剛才那句話全部我萬劉者獨力承擔 沒有關係 主持人的 永續執政 永續執政 和黑幫是沒有關係 差不多時間了 我要讓主持收拾一下 弄得到接台很遲 奉奪天正式出場 究竟接下來會怎樣 加了一些舊主的勁人出來 會不會調整個作品呢 要遲些才知道 是不是都一節了 一節了 好 今節到這裡為止 下一節厲害了 我們今天要吃 你快點吃吃 別吃太飽 因為我們一會吃花生 第二節吃花生 不要吃太飽 稍後再和大家見面